作曲 李宗盛 刘 toilets 作词 冬禦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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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衣衫 同样的笑言 和你手拉手转圈圈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系了我的胶件 亲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爱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也听到永远 既然是这样 我就坦白了吧 其实他们俩 早在商业的竞争当中 就惺惺相惜 私底下也是很好的兄弟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对吧 博言 康总 你们俩就坦白了吧 对对对 我和陆兄在多年的竞争中 早已成了知心老友 大家互相彼此欣赏 只是碍于公司层面的问题 所以没有对外曝光 其实我们私底下经常聚在一起 是这样的 还有 没有想到陆总和康总 私交竟然轻如兄弟呀 那么这次应该是两位首次同框吧 你们两位可以靠近一些吗 让我们合一张影 好呀 来 快去快去 来来来来 快 握手 靠近一点吧 来来来来来 小鱼 来来来来 这也行 不过还挺有CV感的嘛 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你啊 你那么喜欢苏简安 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你还不珍惜 还帮忙出面解释 真正喜欢一个人 并不是战友 而是成全 你却不懂 你也太傻了吧 苏小姐说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 我离开陆时 跟陆薄言闹成今天这个样子 全部都是因为他苏简安 你告诉我 给我一次机会 康总 我当初签约的时候 你可是答应好我的 你说你会帮我的 怎么着 为了你这点儿女私情 你准备 焚悔啊 我之前是跟你说过 也答应过你 你只有变得更好 那些曾经忽视你的人 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但并不是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这么做 只会让人厌恶 韩小姐 我希望你能改过 否则 我瑞金集团 也容不得品行有问题的艺人 好自为之吧 那没想到陆总居然能这么大怒 那真是有王者之风啊 虽然目前的退定趋势已经停止了 但是读者们重新预定的积极性 好像并不高 要不是出了这场意外 那小说余精灵 那早就突破十万册了 规矩是人定的 我立刻就去安排 咱那小说直接开始出版 什么要求不要求的 那都不重要 社长 我支持你 社长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我而改变规矩 我对自己的小说是有信心的 姐 我支持你 陆总 之前的飞温筛伤力太大了 打击了读者的预定热情 该用的宣传方法我都已经用了 可是数据恐怕很难再上涨 杜社长那边也已经跟嫂子沟通过了 但嫂子没有同意改出版的标准 如果预定没有到十万册 不能出版 对简安的打击就太大了 我要和简安开场直播 重新调动粉丝的购买热情 你确定吗 陆总 这个直播 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 没有我完不到的事 哇 陆总好冷酷啊 陆总还是很帅的嘛 但是感觉陆总好紧张啊 陆总好严肃啊 你看啊 陆总笑一个呀 还挺可爱的 来点亲和力嘛 就是啊 妈妈来了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与小怪兽苏简安的直播间 现在开始希望大家能注意屏幕下方的预定按钮 因为从现在开始只要每增加一万册的销售量 我和苏简安就会真人还原小说里的甜蜜情节 好了 那么直播正式开始 厉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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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这宣传呀 真有意道 学着点啊 知道了 老板 知道了 现在 我让大家看看 小怪兽平常的水滋是什么样子 等等 平常呢 我就被挤到这个角落睡觉 非常地可怜 根本就没有地方睡 这第一波的福利呢 是还原小说中男主文醒女主的画面 我看 现在距离第一个目标还差九千册 一旦数量达成 我就会亲自文醒这只沉睡中的小怪兽 请大家抓紧预定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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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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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一万破了 太棒了 要来了 没有 突破十万 绝对没问题 好好好 加油 第一个目标已经达成了 我现在要温馨它了 臭萝卜 你在干嘛啊 她醒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你在跟谁视频啊 简安 我看的是直播 你疯了吗你 你在跟谁直播啊 谁信你啊 我 我打死你 我 简安 你注意一下形象啊 真的啊 你不要胡来啊 真的在直播 真的 嗨 大家好 我是陆绍的作者小怪兽苏简安 喜欢我太太小说的读者们 要赶紧预订 预订完之后呢 别忘了推送给你们的朋友 稍后我和简安会继续演绎 小说里的经典情节 现在由我来为大家直播 我们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情侣路 在这条路上呢 发生过非常多男女暧昧的情节 所以大家想看吗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去先就像一秒 你具备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寻慕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她 她呢 情形 我看不出很重 主题 有公司的 应该数是几千万步 她是令婚姻的 再回到家中 身为总裁的老公会亲自为他洗脚 老婆我给你按一按 吸取一天的疲惫 很好 老婆舒服吗 谢谢你啊老公 不客气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甜蜜的剧情 就一定要购买我的小说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今天呢 我们要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波福利 就是还原一场创新 你为你服务吗 博言 你看 我也有属于自己的实体书了 这么开心啊 那是 这可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实体书 而且听少凯说 从明天开始 我的实体书就会铺满全国的书店 放心吧 以后你一定会有更多本的 那也没有第一本有意义啊 谁叫第一本的书名叫做 陆少的暖婚新妻呢 刻苦铭心 意义非凡 恭喜你啊 陆太太 谢谢你啊 陆先生 那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 好好庆祝一下呢 喂 我回来了 广场舞 好 穿运动鞋 好 好好好 后面这个 好 这本是吧 哟 社长 你怎么来了 可以啊 少凯 人定兴旺啊 你小子最近真是辛苦了啊 必须的 本职工作嘛 但是能来点实在的就更好了 没想 一拳尾巴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我这次来呀 就是特意告诉你 要给你发奖金了 真的 那读社长是那种小气的人吗 是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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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 你上了个事 你是不知道 我昨天喝瓶啤酒 都要掐指一算 你可不可以把奖金 打到我另外一张卡里 好啊 我现在就给洛小夕打电话 看她让不让 别别别 我开玩笑 开玩笑 照这个趋势发展 那我觉得现在的库存 那肯定不够啊 嗯 那这样杀开 你现在立马去一沙场 通知他们 马上加印 马上去 赶紧去 小夕 我回来了 你最近怎么都这么晚啊 哎呀 前的小说最近太火了 最近忙着加印 还有朴书店 嗯 那你早点休息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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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好辛苦也好累 我感觉我的心都要被掏空了 你再不够我点奖你 我怕 我就坚持不下均勻 哎呀 你好臭啊 先去洗个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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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好烦啊 咚 咚 咚咚 咚 咚 我快递了 我先下楼拿快递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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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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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 咚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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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 你谁啊 洛小溪家吧 你们谁啊 为什么乱逞人家 我报警了 洛小溪人呢 可那样子不是善叉 小溪这是欠了隔离带吗 洛小溪不在家 她要过几天才回来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你是谁 我是她合作室友 不如这样 有什么事 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等她回来 我再让她联系你 你看这样行吗 是有 刷我呢你 不要大头 这里是我家 我凯少怎么说在陶然市 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你们不要仗着人多欺负人少 不怕成叔就被笑话了 凯少 嘴还挺平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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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说你多久没回家了 你妈做噩梦说 你又遇见渣男了 我过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消消灾 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我 这不好好的吗 好好的 她是谁啊 她是我的 是游 我刚才还以为叔叔是道上的前辈 吓了我一跳 小夕 你慢弹都来 你多陪陪她 我正好呢 要去盯一下印刷厂的事情 我就不陪你们了 不用送了 再见叔叔 你妈的梦啊 还是那么准 看样子 你这次又遇见渣男了 爸 我跟江少恺 是真心相爱的 哼 爸 江少恺早就不去酒吧玩了 那为什么不当着我们的面 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穿上衣服就跑了 那分明就是做贼心虚嘛 你看看你穿成这个样子 谁见谁不怕呀 整得跟社会大佬似的 我多害怕 小夕啊 爸爸祖南闯北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渣没见过 就他那样的浪荡公子哥 不值得你托付一生 刚才那个俗样子你也看见了 像不像一个斗败架的公鸡 以后他怎么进我落家的门嘛 爸 你不会是要来三重考验吧 没这个必要啊 少废话 必须按照老规矩办 你就听我的安排 我一定让你见到江少恺的真实面 啊 江少恺啊江少恺 好什么呀你 别搅了 你说的江少恺怎么回事 他怎么就不能承认了还跑了 我觉得他就是没准备好 那你说过两天 他万一记情褪去 万一他又恢复之前的样子 我该怎么办啊 放心吧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才能想得住他呀 这倒是 那万一想不住呢 如果我吃不了我就 不过我很好奇 你爸到底会如何收拾他 这一点啊 江少恺只能自求夺福了 我 凯哥 你都忙了一天了 剩下的交给兄弟们来做吧 你先回去吧 是啊凯哥 那行吧 我就先走了啊 你们 加油 拜拜 凯哥 有人找 来了 走 骆叔叔 您 真是太客气了 还专门请兄弟来接我一趟 下次你要找我 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随传随到 坐下 说说吧 跟我们家小夕什么关系 实不相瞒 叔叔 我是骆小夕的男朋友 我叫江少恺 江少恺 我了解过你 江湖人称凯少 专门混迹于酒吧 泡妹妹 叔叔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自从跟小夕在一起之后 我就跟那帮猪鹏狗友 一刀两断了 是吧 小夕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不说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事发突然 我不知道您是小夕的爸爸 而且我当天衣衫不整 我还 我不想让你的印象复分 所以才谎称室友 我没有及时表态 我该罚 我 我自罚一杯 我 你小子挺上道啊 你小子挺上道啊 必须的 咱俩今天 算是正式认识了 您是长辈 我再敬你一杯 哎 爸 你看他都承认了 差不多行了啊 不够 对 不够 叔叔大老远来 那么辛苦 不多喝两杯怎么能行呢 我我再敬你一杯 哎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 家长开你不能给我喝啊 让他喝 今天我要好好诚量诚量这下 看他有没有当我洛家女婿的资格 对 叔叔所言极是 叔 咱们俩今天 不醉不归 来 我再敬你一杯 叔叔 您不仅酒量好 还养出陆小溪那么漂亮的女儿 都是您的功劳 这个不仅仅是我啊 还有他妈的功劳 叔叔您谦虚了 您看陆小溪长得那么漂亮 多想你摔炸了 这话你说到底上了 当年叔叔我 也是村里最凉的仔 小溪啊 明天呢 你表妹骆小雨要来陶燃玩 你要好好照顾她 我什么时候多出一个表妹 行行行 没问题 我包在我身上 嗯 我干杯 我干了 我去 你怎么蠢的跟猪一样 你醒啦 我去 造孽啊 江绍凯大早上你瞎叫我什么呀你啊 小溪你听我解释 我昨天晚上喝大了我不知道她 该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多的 这是我表妹骆小雨 昨天晚上提到过 大学刚毕业来陶燃市玩 你带她好好逛逛 哈喽少可哥 你好呀 一会呢我要陪我爸去办点事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好我表妹 好 我先走了 好 姐姐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好玩 陆小溪 少可哥 这是蜂蜜水 你喝了会舒服一点的 谢谢啊 今天想去哪儿玩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想去抓娃娃 抓娃娃 对啊 哇 少可哥 这个好可爱啊 你也太棒了吧 你简直就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那必须的 我可是夹娃娃达人 我下次再带你去夹 对啊 你就是我的男神 那下次还要带我去夹哦 走 大道回府 走喽 你少可哥那么多年没夹娃娃 还能夹那么多 真是宝刀未劳 这给小溪 谢谢 少可哥 你先喝点水吧 谢谢 你放那儿就好 等会儿我来说 少可哥 你都陪我逛了一整天了 收拾家务这种事 交给我来做就好了 而且你还帮我夹了那么多娃娃 那好吧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那下回我们带小溪溪去吧 可以啊 这小姑娘还挺懂事的 小雨 歇会儿吧 别洗了 我已经洗好了 你这个不用洗 我洗都洗好了 反正也顺手一洗 帮忙啦 这个我自己洗就好了 这个我自己挂就好了 少可哥 你平时也这样和小溪姐亮衣服吗 她那大小姐脾气 不使唤我 我就谢天谢地 我不知道像少可哥这么优秀厉害的男人 为什么和小溪姐在一起呢 我是知道她的 皮鸡大 爱去酒吧 和很多异性都有交往 小时候吧 仗着家里的地位 她总是欺负我 我跟她的感情 也算是吵出来的 哪叫我那么喜欢她呢 少可哥 你干嘛呀 我不是晾完衣服了吗 我只要进去了 我在江少凯面前呢 说尽了你女儿的坏话 可是她反而觉得都是优点 从我的评估判断 她是真心喜欢你女儿的 好 知道了 你去领工资吧 谢谢老板 看样子 要进行第二步了 不是吧 爸 爸 你还来啊你啊 江少凯不被他人诱惑 八成这儿不喜欢这个款 为了你的幸福啊 接下来的测试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傻姑娘 爸爸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哪有 小语走了 人的就是来玩的 还要去别的地方旅游呢 怎么 你想她啦 我没有想她 我想她干嘛 走 跟我去看看我爸去 走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你见到我爸 不能像你平时那样 你必须稳重一点 知道了 要像你平时那样 多宝贝 我来接你来了 你谁啊 我是秦渭 她的未婚夫 秦渭啊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呢 不过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未婚夫什么情况 乐乐啊 你现在眼光可真的是 不过没关系啊 反正你只能跟我结婚 我们两家是指父未婚 至于这个人 你玩玩就算了 我说这位朋友 你也太有自信了吧 乐乐啊 你告诉她 我是不是你的未婚夫 看 我今天特地把我们两家的婚书 都带过来了 什么时代了 这是不具备法律效应的好吗 只要双方家长承认就行了 我劝你要是识相的 就尽快从我们家乐乐身边滚开 乐乐啊 我三天以后来接你哦 你 你 拿上你的话滚 洛小夕 什么情况 他们家从小跟我们家呢 订了娃娃亲 不过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当真了 娃娃亲 这是旧社会包办婚姻 难不成你想嫁给她 怎么可能 我喜欢的人是你嘛 不过呢 他们家在永安市也算是家大业大 我爸都要忌惮他们家三分呢 想要回婚 还要他们家先同意呢 小夕 幸福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们绝对不能像封建师里低头 永安市是吧 行 那我现在就去找简安和陆总 打探打探情况 你去找你爸叔叔亲 好啊 分头行动 加油 秦家是永安市当地一个大家族 和我没有什么生意往来 你想打听的话 我也是可以拜托人去帮你打听的 那他们这个婚约到底有没有效 好 法律效力肯定是没有 我觉得 还是要看洛小夕他爸对你的态度 洛家和秦家是视角 肯定赔向对方的 少凯 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是 获得小夕他爸的支持 让洛家认可你这个女婿 好 好 少凯啊 我要带小夕回去 跟秦渭结婚 叔叔 我觉得您这样不妥 这是小夕一辈子的幸福 您怎么可以强迫他嫁给一个 他不喜欢的人呢 那你什么意思吗 我跟小夕在一起那么久了 吵也吵过 好也好过 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彼此 因为我们是珍惜相爱的 虽然我们家没有你们那么富有 但是 我答应我一定会给小夕一辈子的幸福 这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你真的在乎小夕的感受 就请您不要忽略他 小夕 开开 好 好 为了我女儿的幸福 我也豁出去了 我会去找秦家好好地谈 但愿到最后不要发生血光之灾 对 对 啊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曲线就像一秒 你举办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和月还又笑 你举办的宗告 是和我一起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错热闹 没有谁能怠劳 想对你一起好 被变得老老道道道 只需你来找 我会的老老道